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吞下去吧 又吞不下去 鱼骨拉在咽喉上 只要保持镇静也不会太难受 可是任何吞咽的动作都带来痛楚 没办法 只好去躺着休息 只等到下午三点家庭医生开诊了 才去请他检查 不到一分钟 他就从扁桃线上把比真还细的鱼骨给我拔了出来 痛苦立刻消失 我想到中国有句古话 鱼梗在喉 不土不快 我在后诊室坐着的时候 从外表上看没有什么事 可就是一直在疼 人的罪也就像芒刺一样吧 外表上看不出来 可是自己却清楚知道 有什么东西叫自己不自由 有什么东西一直令里面痛苦 即使那东西幼丝发丝 细弱草芥 可是它就像那芒刺一样 你不去解决它 它就叫你没有好日子过 不吃鱼就解决了梗骨的危险了吗 不见得 吃鸡也会有可能让鸡骨头卡住 吃水果也可能会让果核卡住 避免耿骨的方法不是不吃 而是小心地吃和学会怎样吃 罪的处理也是一样 我们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里 我们逃不了 我们只能训练自己 要小心 要敏感 要省茶 可是罪真的像那刺在喉中的骨 徒也吐不出来 吞也吞不下去 要等全能的大国手耶稣 亲自给我们拔掉它 经历过神的赦免的人 不能忘记那种从罪中释放出来的轻松 种种不安 苦痛 突然之间就消失无踪 好比从灵魂深处将芒刺拔掉 信靠耶稣的人得着神的赦免 罪的全是就从内心给拔掉清除了 再也不能控制我们了 我的家庭医生给我看那根鱼骨头 他幽默地说 现在你可以回去 把你剩下的那叠鱼吃完了 我也笑着说 下次吧 下次再吃 蒙神赦免的人 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罪的世界里 他只能够学习虚心度日 并且不断去投靠 那真正能帮助他胜过罪恶的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篇由芳华带来的《罪赐》 这篇短文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愿上帝赐福给您 感谢您的收听